好 這是雞家族系列的第1個系列 雞蛋 好 我們今天要來做雞蛋 然後把蛋做防骨架 然後讓他做墜落的動態 對於動畫最基礎的物體落下的動態的設置 好 我們現在來做雞蛋 我們把一開始不需要的刪掉 好 我們開一個新的collection 這樣的話我們的燈光跟攝影機都可以保留 我們這個叫做egg 好 這個我們就先隱藏起來 好 一樣 蛋 蛋的基本型是球 所以我們的做法可以是 我們創造一個Ubisphere 來 用這個球去改 但是其實在做比較像 偏向角色啊 有要變形的動畫 我不會拿這個來做 因為他這裡有幾點我們去畫貼圖這裡 這裡後來都是三角面 不好畫 所以你們用之前講的 我比較偏向會繼續使用 是不是 A 用 之前講的ExtraAddOn 複習一下 Extra Extra object Extra object Extra object 開一下 Hotkey ChipA 我會使用 下面增加這些的 RoundCube 我會用這個去改成球 那我們用E 的球 我用這個來做成我們的球 然後 再來改成雞蛋 這樣的話我們每一個面都是四角面 不會有像 剛剛Ubisphere一樣都會有一個幾點的球 好 我們一樣把 右鍵把它改成ShadeSmooth 這樣讓它保持成圓的狀態 我們GZ 往上移 移到歸零的位置 這樣針對於 這樣角色有要做伸縮 我們蛋會做一些擠壓 蛋的擠壓的動態 像這樣的模型 像這樣的模型其實 面數有點太低 因為你看 我們來看齁 加了細分之後 它的邊往內縮了 因為它為了要去平均化 它往內縮 所以像我們比較 足夠的細節 像 像第一階的這種 其實這樣的面數其實是比較足夠的 不過這個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看它這裡的 到時候會有一種偏移 到時候我們股價 綁股價的時候會 會做便宜 所以我會在比較這樣面數稍微高一點 的狀態下去綁股價 不然它其實到時候都會有一點點偏移的狀態 當然也可以說做動態的時候讓它再修正回來 好所以我這樣 apply 把它的模型壓掉 然後我這裡把模型 skill 我用skill的方式 這樣我可以至少 我這次這樣維持 讓它的中心還是在1的位置 這樣我們之後綁股價比較好綁 當然這個不是絕對 這只是這一次案例 剛好這樣比較適合 好所以這是我們的基本型 球 然後我們要把它改成 雞蛋 這裡 在edit mode 我們選最頂點 因為雞蛋有點橢圓嘛 我們這裡開起來的propose node editing 選了它這個啟動後 我們按G移動 它這裡的時候會出現一個圓圈 用滾龍可以滾大小 它是一個像soft select 它有一個漸進的選取的方式 所以我們這樣按Z 我們就可以 我們鎖定我們要往上漲 我們就可以很明確的綁定在我們雞蛋 這個範圍 好 像這樣的話我們 蛋 的形狀就出來了 好看我們要不要再 縮小一點 上面 頂點再縮小一點 好 好這就是我們雞蛋的形狀 所以這雞蛋其實很簡單 我們可以利用soft select 用proportional edit 來編輯我們的蛋的形狀 這就是我們雞蛋最基礎的模型 就這樣做好了 好的 首先我們有印象